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0号 星期五 之前我们是在会员 还是非会员里 我说说拜登 好像是非会员 因为是不是拜登 是谁 班农 我们说班农 在他的视频节目里边 公开宣称 对不对 我说不管怎么着 不管这事是不是真的 反正班农说了是真的 对不对 我可以跟你说 班农说了 对吧 班农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拜登 拜登说了 3加2等于18 对不对 这个事是不对的 但是我跟你说 拜登说了3加2等于18 这没问题 对不对 他的确说了 对不对 至于他说的对不对 不在我报道 不是我现在报道 对不对 好吧 班农曾经说 说他知道有一个 中国的一位女的病毒学的 或者医学的专家 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 他携带了 有中国的这次 新冠肺炎的一些材料 和一些内幕消息 我说反正班农说了 对不对 当时有一些亲共的媒体 实际上已经开始 就是说铺路了 当时就说了 说这个女的叫什么 叫闫丽梦 当时我选择了回避 没有说太多 反正班农他们说了 对不对 我们也报道了 有这么个事就完了 具体的东西 我们都说 为什么 因为这位女士 这位大姐 跟班农 还有跟小贵 他们关系现在搞得特别好 我们不想惹麻烦 对不对 人家搞人家事 但不管怎么着 过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 福克斯来了 福克斯电视台 昨天专访了出逃美国的 闫丽梦女士 关于闫丽梦 但是我想回避 也不能完全回避 对不对 该说的还是你说 很多亲共的媒体 就曾经就铺过路 就说闫丽梦 只是一个见习的学生 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博士 她就只是在这 就是说参与学习 她根本就不掌握实际情况 她演的不是重要人物 所以她说的根本就没有用 说是班农 小贵子 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歇斯底底了 就不知道从哪儿 窜动来了这么一个姐妹 就来说 反正这是亲共媒体的观点 对不对 咱们反正 不管她说的还是那句话 班农说了什么 我说亲共媒体说了什么 我也给你报道一下 咱们报道新闻 对不对 至于谁说的对 谁说的错 咱们不管 两人打起来了 这个人说 他先揪我小便了 那个时候他拽我衣服 对不对 两人关这 我都给你 最后你觉得谁说的对 你们自己去判定 好不好 我一会把Fox专访 闫丽梦的报道的链接 搁在我视频下方 里边有文字报道 也有视频 有个13分钟的 视频节目也有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不好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说了什么 他跟福克斯的新闻谈说 闫丽梦说 他说我之所以来美国 是因为我想说出 新冠肺炎的真相 如果我在中国说说这些 我会被失踪和被杀的 然后他是4月28号 抵达的美国 4月27号的飞机 好像是 说中国政府 早在对外公布 新冠肺炎前 就已经知道了疫情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这也没有什么新消息 他说 他的主管 以及病毒领域的一些 顶级的知名专家 也知道情况 这个也很正常 对不对 因为艾芬 还有李文亮 他们也都提前知道了 对不对 早的验冬报告都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12月30号 也都报道了 别要说他们 我们都知道了 对不对 那我知道了 我给你报出来了 基本上是按理说 你如果及时收听 深游死三件 说明全世界都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也其实也不算 是什么新鲜事 对吧 然后他说 但是他们那些人 都选择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发生 对 当然我们受到了多大的 这种打击 诋毁 围忧 就从这次这以来 对不对 我们之前哪有这么多人 围着我们撕咬 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你看人家多聪明 没有选择发生 我们比较笨 笨人 笨人是非多 好 同时他说这些专家 都故意忽视了 他当时进行的病毒研究 说这些研究 本可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他说他所在的实验室 是专门研究流感 和这种传染病 还有流行病的 是世界卫生组织 指定的实验室 级别是很高的 也是世界上的 最早研究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 他说他跟随 香港大学世界卫生组织 参考实验室的主管 潘烈文同志 从2019年的12月底 就已经开始研究 大陆传输的SARS 类 病变的病毒的变种 当时我已经说了 这就是SARS 其实就是一个 非典型性的肺炎 它是肺炎的一种 但是 肺炎 非典型性的 还是非典型性的 这个就属于非典型性的 其实是SARS的一种 其实在去年的12月30号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他说中国政府拒绝 让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专家 到中国进行研究 他说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指责 求助于圈内的 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 来获取的一些信息 他说 他的一位朋友 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一名的科学家 在2019年的12月31号的时候 告诉他病毒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实际上说实话 他在香港的话 如果他及时收听 收看死农剂的话 那么在12月30号 他就知道 有已经可以人传人了 对不对 我们比他 我不知道他找到 这什么圈 那个朋友 就比我们还晚了一天 才告诉他消息 然后他说 他的同行们都非常谨慎的跟他说 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情 但是一定要切记的 要戴口罩 就是说 说明不能说 但是肯定是传染的 对不对 然后他说 他得到消息 有很多病人 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诊断 他说医院的医生 都很害怕 说中国那边的 但是他们都不能说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 也很害怕 那么闫丽梦 在1月16日 再次向他的主管 汇报了调查结果 但是当时 他的主管只告诉他 要保持沉默 保持谨慎 说不要触碰红线 否则我们将陷入困境 甚至有可能 我们都将被消失掉 世界卫生组织 附属实验室的联合主任 马丽克佩里斯教授 也知道此事 这可是严厉的指控了 他就厉害了 他说这个人知道这事 但是这个人为了明哲保身 也是同样保持了沉默 是世界卫生组织 附属实验室的联合主任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标注 说马丽克佩里斯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卫生条例的 新冠病毒肺炎 紧急委员会的顾问 说明还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但是还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持了沉默 这一次 世界卫生组织 在新冠肺炎上做出来的事情 令人恶心 令人作呕 令人不迟 这些专家 这些学者 平常的时候 就可以是全世界拿经费 养着这些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 和学者们 到了关键的时刻 他们没有挺身而出 保护全世界的人民 他们跪服于中共的淫威 保持了沉默 几千万人被感染 上千万人被感染 几十万人的最后死亡 他们的双手上沾满了 无辜的病患的鲜血 然后福克斯电视台 就是说去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 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女发言人 玛格丽特安哈里斯 在一封电子邮线中 回复福克斯电视台说 说佩里斯教授 是一名传染病专家 他一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任务 和专家小偶当中去工作 跟该领域的 许多知名人士一样 但是这并不能说 他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 或者说他能代表的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他的行为 与我们无干撇干净 这种时候平台已经 好 不知道 然后严厉梦说 说他知道说出真相 会影响到他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但是在是非对策面前 他不得不出来说话 他说离开香港前 他恳求丈夫和他一起走 但是遭到他丈夫的拒绝和指责 丈夫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 那么入境美国的时候 他说我要讲出疫情真相 寻求美国给予保护 等于他现在寻求政治庇护 那么他由于4月27号 拿到飞往美国的机票 4月28号的抵达 然后他是在第二天 就4月28号 乘坐香港国泰航空的飞机 降落在了洛杉矶的国际机场 随后联盟调查局就介入调查了 为什么到7月份 才接受Fox的专访 前面都在配合联盟调查局FBI的调查 严厉梦说 说FBI询问了他几个小时 还带走了他的手机 说当地政府闯到了他的老家 青岛 就是中国当地政府 说警察翻查了他的公寓 并质问了他的父母 然后他的父母联系他 请求他回国 求他放弃 不要再这么做了 香港大学的相关网站 也撤下了他的介绍页面 学校发言人说 严厉梦不是香港大学的雇员 他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说 说他们不知道谁是严厉梦 是谁 我们不认识 别跟我们闯 没有用的 目前就这么个情况 我们相信 这应该也是一个连续性的报道 后边可能还会有相关的报道 我们后边再看 我觉得反正现在来讲 他说的这些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让我就眼前一亮 是好像我不知道的 基本上都是 不但是我知道的 甚至都全部都是我报道过了的 对不对 我都怀疑了 他到底是跟专家那儿 是跟专家或者中国的内线 那儿得到消息的 还是他就仅仅指示了 及时收听收看了 司徒记而已 我对此我都持怀疑态度 所以我希望严厉梦同志 如果真的要爆料的话 爆点有劲的 好不好 给点力度 这叫什么 这说了什么 这没有说什么 这都是我报道过的 对不对 你就你是在爆我的料 对不对 让我看着真的提不起兴致来 反正我也不是说质疑他 我只是觉得 给点劲 给点刺激他 好不好 不过咱们到后面看看 也许人后面有大料了 对吧 对 好吧 那真想到这吧 谢谢大家